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这次申请的晚了 没能参加到内测中 不过大家放心 很多参与内测的朋友们会在明天一大早出攻略的 如果明天有三国卡池的话 我明天的计划是实测报率一先抽 最近出的视频都是关于三国的 今天也不例外 再来说一些小季节 一 后续明晨 现在爆料出的明晨主要集中在群雄歌剧到三国鼎立时间 其他的一些像是陆逊 曹植 法正等人 都会在后续的剧本中陆续推出的 而且法正的例会已经做好了 只是不知道明天上线能不能看到 天解明晨的位置 之前爆料蜀汉八成二天 曹魏九成四天 孙吴八成二天 群杰六成一天 共计三十一成九天 除了锁定军事卫的关羽 张辽 周瑜外 现在爆出诸葛亮贤者 贾许政治 鲁肃民生 剩下的三个分别是 玄宇 玄幽 司马辉 盲猜一首 玄宇民生 玄庸正直 司马辉 贤者 后续华服 骆驼说以后会通过华服的方式来呈现部分演义中的名臣 现在已经做出来的有张飞华服 聚水断桥 孙上佳华服 烈烈心腹 祝格亮华服 卧龙前渊 貂蝉华服 桃花雨落 而且女爱和张良去年七夕节的两个华服 这次也会返场 关于明晨招募 果然像我之前猜测的那样 明晨是有很强的势力归属感的 类似于忠诚度 多数名臣需要对应势力才能招到 像王朗招募诸葛亮 孙权招募关于攻打刘备 这些剧情大概率是看不到了 下面来看一些武将的形象 最后来看一下更新以后的登陆界面吧 大汉时代已经过去 张开臂膀 拥抱三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关注 如有不对之处 尽情之争